最近几天,世界去美元化和人民币国际化的新闻不断 3月28号,东盟各国财长和央行行长正式会议,在印度尼西亚开幕 会议的首要议题是额如何减少金融交易对美元、欧元、日元和英镑的依赖,转向以当地货币结算 3月29号,我国首单以人民币结算的进口液化天然气采购交易,在上海达成 此单交易是中国海油与道达尔能源,在上海石油天然气交易中心达成的液化天然气资源 来自海河会国家阿联酋,以人民币结算的进口液化天然气成交量约6.5万吨 这标志着我国在油气贸易领域的跨境人民币结算交易,迈出实质性一步 同一天,巴西外交部引入的巴西贸易和投资促进局的一份声明宣布 巴西已与中国达成一项协议,以本币而非美元进行双边贸易交易 另外,再加上前段时间俄罗斯养老金系统用人民币,沙特用人民币贷款 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这么多国家和地区进行去美元化,这是极为罕见的 毫无疑问,人民币在这场去美元化大潮中备受关注 国际化速度在不断加快 其实人民币国际化是从2008年次贷危机以后开始的 但是在以前,我们只能在新闻上零星看到一些人民币国际化的信息 比如中国和阿根廷进行了货币互换,缅甸宣布人民币为官方结算货币 中国开通铁矿、原油、期货等 这两年明显感受到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在不断的加速,呈现出四面开花的局面 世界各国为什么要加速去美元化? 原因主要有三点 第一,美国滥用美元的霸权地位 动辄就对自己看不顺眼的国家发动制裁,破坏了美国金融系统的信用 俄乌战争爆发以后,美国勾结欧盟不要脸的冻结,或没收了俄罗斯央行3000亿欧元的资产 强大的俄罗斯的资产,都能随便的就被欧美给冻结或没收了 还有哪个国家敢保证自己的欧元或美元资产,不被冻结或没收? 美元是国际货币,美国控制着美元支付和结算系统 按照原本的规定,只有得到联合国的授权,美国才有权冻结某个国家的美元支付和结算系统 但是现在美元及结算系统,已经完全成为美国打压他国的工具 美国政府想制裁谁就制裁谁,想没收谁的资产就没收谁的资产 试问,在这种背景下,哪个国家不害怕,如果美国干涉你的内政,你批评他会不会被美国金融制裁 如果美国要你对其完全开放市场,你不开放会不会被美国金融制裁? 如果美国的企业不遵守你们国家的法律,你惩罚他会不会被美国金融制裁? 美国滥用美元的霸权地位,滥用支付和结算系统,已经让世界各国非常担心了 当然要考虑去美元化 第二,美联储乱印钞票等用货币政策,造成了世界各国严重的金融和经济动荡 自从世界将美元当成国际货币以后,美联储对自己的定位就是它不仅仅是美国的央行,也是世界的央行 也就是说,美联储的国际政策不仅仅要考虑美国国内的经济,还要考虑世界的经济 假设现在美国的经济非常差,需要降息或硬一点美元刺激经济 但是世界各国使用美元进行贸易发展的非常好,经济不冷也不热 不希望美联储调整其货币政策 既然你美联储是世界的央行,那么你就不能只考虑美国的利益 不能完全按照美国的状况进行货币调整 可以说,在2008年次贷危机之前,美联储的货币政策总体上还是不错的 世界经济在美元的帮助下发展得非常快 就算在2008年次贷危机期间,美联储都有所克制 那时美国害怕世界担心,不敢肆无忌惮地印美元 还求着中国用持有的大量美元去购买美国国债 但是现在呢? 现在的美联储已经毫无顾忌了,印钞机,想开就开,想加息就加息 完全不顾世界各国的感受和利益 现在的美联储已经完全成为美国政府的工具,失去了其独立性 在美国政府的指使下,动不动就大放水,然后又积极加息 让整个世界经济陷入严重的动荡之中 第三,美联储不断大放水,导致美元不断贬值 美元作为国际货币,按理是必须要有保值的责任的 否则世界各国水感大量储备美元 按照正常道理,大家都使用美元 持有的美元每年贬值2%到3% 那个是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 但是看看现在的美元贬值幅度,达到了5%以上 最高的时候甚至达到了9% 如果你存储了100万美元一年 然后就变成了95万甚至更低,谁能受得了 你要知道现在做企业年平均利润 也就是6%左右,赚的钱都不够贬值的 你说在这种背景下,谁他妈还愿意储备美元 以前美元一家独大 相对于美元,其他国家的货币更不靠谱 而且结算系统还为美国控制着 大家没得选择 但是现在美元的信用和价值都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世界各国自然要想尽办法去美元化了 毫无疑问,在世界去美元化的大潮下 人民币必会成为很多国家的一个重要选择 中国是世界工厂,是120多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 只有人民币可以直接购买中国的商品 中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 物价控制的比较好 贬值幅度完全在大家可接受范围内 中国也建立了人民币跨境支付和结算系统 建立了各种大宗商品期货市场 在这种背景下 必然有很多国家要考虑 把人民币作为自己与中国或其他国家贸易的中介 看看现在的美国在世界上有多少仇人 看看美国制裁了多少国家 中国,俄罗斯,伊朗,伊拉克,朝鲜,叙利亚,伊比亚,缅甸,委内瑞拉,古巴 再看看中国,我们提倡合作共赢 提倡命运共同体 我们从不轻易地和人结仇 我们也不干涉别国内政 不会洗劫其他国家 我们和其他国家合作的时候 从来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 美国在全世界拱火 在全世界制造战争和动荡 但是我们中国却在促进和平 前段时间在中国的牵线下 沙特和伊朗这对世仇都化干戈为玉搏了 中国始终在推斗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和平 而美国却在不断地拱火 美国给世界送去的是战争 杀戮和动荡 中国给世界送去的是和平 是商品 是立国立民的基础设施 所以其他国家使用人民币和中国的跨境支付系统 自然也就不用担心 中国像美国那样制裁他们 看到这 你就会明白 人民币国际化的大势已经起来了 势不可挡 因为中国人从来就信奉勤劳致富 而不是抢劫致富或掠夺致富 所以我相信中国从来没有想过 要让人民币成为像美元那样的霸权货币 那么人民币国际化的目的和意义是什么 标准又是什么 我认为人民币国际化的意义是 我们和其他国家进行贸易的时候 不被别人掐脖子 不被别人收割 不像以前那样没有美元 我们就无法购买到生产生活必须的石油 粮食等 不像以前那样害怕持有的美元被不断贬值 不像以前那样害怕和美国有利益冲突的时候 被美国金融制裁 自然也就不用担心 中国像美国那样制裁他们 看到这 你就会明白 人民币国际化的大势已经起来了 势不可挡 因为中国人从来就信奉勤劳致富 而不是抢劫致富或掠夺致富 所以我相信中国从来没有想过 要让人民币成为像美元那样的霸权货币 那么人民币国际化的目的和意义是什么 标准又是什么 我认为人民币国际化的意义是 我们和其他国家进行贸易的时候 不被别人掐脖子 不被别人收割 不像以前那样没有美元 我们就无法购买到生产生活必须的石油 粮食等 不像以前那样害怕持有的美元被不断贬值 不像以前那样害怕和美国有利益冲突的时候 被美国金融制裁 自然也就不用担心 中国像美国那样制裁他们 看到这 你就会明白 人民币国际化的大势已经起来了 势不可挡 因为中国人从来就信奉勤劳致富 而不是抢劫致富或掠夺致富 所以我相信中国从来没有想过 要让人民币成为像美元那样的霸权货币 那么人民币国际化的目的和意义是什么 标准又是什么 我认为人民币国际化的意义是 我们和其他国家进行贸易的时候 不被别人掐脖子 不被别人收割 不像以前那样没有美元 我们就无法购买到生产生活必须的石油 粮食等 不像以前那样害怕持有的美元被不断贬值 不像以前那样害怕和美国有利益冲突的时候 被美国金融制裁 我认为人民币国际化的目标就是中国可以使用人民币购买 所有我们必须要的商品 我们可以用人民币到世界上购买石油 粮食 铁矿等商品就行了 中国出口商品只收人民币 因为我们不想收其他国家的货币 被贬值或冻结了 我认为人民币国际化的标准 就是人民币占国际货币的20%左右即可 2021年全球贸易总额达到28.5万亿美元 中国进出口规模为6.05万亿美元 约占全球总贸易的21% 所以人民币国际化并不是要替代美元 而是要拿下世界20%左右的份额 低于20% 我们的进出口安全就难以完全保障 高于20% 我们的产业就会受到冲击 所以人民币国际化并不是要替代美元和欧元什么的 更不是想要利用人民币的地位 去金融洗劫其他国家 我们只是想自保 只要人民币能占到国际货币的20%左右 那么美元霸权自然就不存在了 人民币国际化以后 如果美国在大规模印钞 那么大家就会大量抛售美元 这让美国再也不敢随意开动印钞机 人民币国际化以后 如果美国再随意制裁一个国家 那么大家就不会再使用美国的跨境支付和结算系统 而是使用中国系统 这让美国再也不敢随意制裁其他国家了 人民币国际化以后 如果美联储在暴力加息 想要制造美元荒袭击其他国家 那么大家就可以使用人民币 这样美国就再也无法轻易洗劫一个国家了 人民币国际化不是要替代美元 而是要制衡美元 人民币国际化不是要替代美元 而是要打破美元霸权 人民币国际化不仅有利于中国 更有利于世界 人民币国际化就像一场艰苦的战争 虽然我们的地盘还很小 虽然敌人的城市还很多 但是我们已经得到了火种 我们每一天都在向敌人发动进攻 每个方向的火种已成燎原之势 人民币国际化是不可挡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欢迎下次光临 未避免失联 请按赞 订阅 打开小铃铛 再会 打开小铃铛